但是千萬不要有史料危機的遺憾 因為真的要有警覺心 不要和天賭命 所以新北市的三陰部落 還有西州部落 在下午陸續開始進行強制撤離 但是狀況不斷 不用擔心啦 你們 不用擔心啦 你們 叫叫政府不用擔心啦 疏離颱風來勢洶洶 但在新北市的三陰及西州部落 卻仍然有居民不願離開 新北市政府只好動員警校人員 挨家挨戶強制驅離 還要等我的鼠腦跟我兒子 沒有下班上學 打電話跟他講就好了 他們下午才會回來 由於新北市12號下午2點 才停班停課 也有居民特地跑回來拿睡袋 就是怕被安置在居民活動中心的 太太與小孩晚上會睡得不安穩 這個那麼強的颱風 當然會擔心啦 還是這裡比較好 對啊 三陰部落位在大汗溪行水區 西州部落則臨近新電溪 由於靠近水庫集水區 要是雨量過大或水庫洩洪 很可能發生危險 那我們是預計在下午時間 就能夠將整個部落 在河濱部落的這個居民 先撤離到一個安全的地方 像三陰還有西州小碧潭等等 這個是我們撤離的一個重點 我們公所這邊大概9點的時候 開設在民收容所 那陸陸續續從10點開始 就是有我們三陰部落的 原住民同胞過來 三陰部落目前共有148戶 共476人 將先行安置在黎明活動中心 市府幫民眾準備了泡麵 飲料 睡袋等物品 還有博物館到來雲網會活動 但部落居民還是希望 颱風早點離開 能夠趕快回到家園 UDN TV 王昌定 陳婷宇 陳宥軒 新美食報導